那个被称为2019年最惨的人李斌 终于在2020年迎来了他的高光时刻 蔚来汽车股价单日暴涨22% 市值突破320亿美金 已经接近小鹏汽车和理想汽车市值之河 春风得意时万人追 强倒却遭众人推 这就是资本嗜血的本质 仅仅一年之前 蔚来汽车经历了一系列的波折 车辆自然 裁员风波 融资受阻 巨额亏损 公司高管离职等 甚至还卷入了破产清算的谣言当中 底时李斌被人骂贾跃亭第二 大骗子 媒体和分析师大肆唱衰 一篇未来李斌2019年最惨的人 在网络中刷屏 一时间充斥着嘲笑声 但是当时李斌坚信 好的产品会越来越多 购车的需求会越来越强 用户会越发的理性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行业的发展最终一定会越来越健康 如今 首辆量产车下限至今两年多的时间里 蔚来已经生产了5万辆车 用户覆盖307所城市 在最危难的时刻 几乎堵上自己身家 去力挽狂澜解决融资等问题后 公司运营开始走上坡路 这也显示了 随着技术 产业链 配套环境的完善 高端智能电动汽车将迎来更广阔的空间 在2018年 蔚来汽车登陆纽交所时 我曾经采访过李斌 他为人谦逊低调 大气而沉稳 是我非常喜欢的企业家之一 当时他阐述了对于蔚来汽车以后的构想 那么三年之后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他对于新能源汽车 对于汽车的深刻理解 那么在您看来 您想打造一个怎样的蔚来汽车 它到底是以后 您觉得它的蔚来构想是什么样的 这个汽车行业真正的变革是三个层次 最基础的一个层次 就是这种产品和技术的变革 再往上是体验的变革 再往上是汽车的这种品牌的内涵的变革 它不光是一个公司 它会是一个社区 所以我们蔚来呢 其实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设想 去设计我们整个的商业模式 并且呢 一步一步的按照这些 我们设想的商业模式去实现 在摩根大通花旗分析师 纷纷上调评级和目标股价的同时 未来今日正式推出NOP领航辅助功能 在自身股价大涨22%之后 还带动行业里的理想汽车 小鹏汽车上涨超过11% 这是一个在风口上的行业 它重新定义着产业与生活 这同时也是一个充满残酷竞争的行业 只有那些敢于创新 勇于坚持 不畏艰险的人 才能够真正有未来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